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我们常在讲虚心 虚心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做到虚心 《道德经》上面有讲虚其心时其复 我们怎么去验证我们有没有去做到虚心 请讲次开始一下 道德之另外一句是这样讲 说功成而福居 就是我们把一个事情完成了 但是不居功 因为根本不足挂齿 凡事都是这个心态 你要从内心真的觉得 真的不足挂齿 还不是觉得说 我这么细心 然后你们都没看到 那个就不叫虚心 这个虚就是说 把你的所有的过人之处 你的功劳之处 一点都不挂怀 叫虚心 但是常常有人说 说爱呀你们 在终点山真是不简单 一大片的山林给你们搞成这样 尤其是别的农场来看 你们才几年光景 能够弄成这样 各位以农场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进步实在是神速的 那到底我们有多少功劳 各位我们现在所搞的一切 你只要一年不搞 就荒草漫漫 对不对 后人再来就看到一些破坎 你有没有站在那里对前人歌功颂得一番 没有因为他在那里没用 对不对 就在那边长草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未来都是这样 可是你眼前看起来好像很行 其实一无所能 一点作用都没有 倒不如是利用这些时间跟场所 还有这些事情 磨练磨练心性 这个也许是带得走的 其他说实在话是真的带不走的 那有的人口才过人就会瞧不起人 有的人长相过人瞧不起人 有的人财富过人就瞧不起人 他炫富 这些瞧不起的人 瞧不起人就是自曝其短 就是他的见识原来是这么的浅漏 既然是这么浅漏 有什么好自豪的 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实在不简单做禅师 也跟人家拿锯子拿斧头 也拿出头 他说拿锯子拿斧头拿出头 如果也很了不起的话 那龙夫都了不起了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今天你有另外一个身份 说做这个事情就变很了不起 实在是犯符走足的事情 根本就没什么 所以如果凡事连从大象的恋 小象的看不到 大象的恋就是今天你完成一个事情 若无其事 从内心里要一直关照 是不是真的若无其事 就踏踏实实从内心里 真的觉得实在是没什么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